这个是在利明达一段具有900多棵树的黑刺 这个是所长了一年多的树 今年第一次过来拜访 它这边中间有套纵,翻式流也有套纵三竹 整体的树式非常的差 基本上都是这种黑刺,一年多的 然后都黄化了,黄化的问题比较严重 这边的土质是比较差的,这种石米土 基本上都是石头,根系的开杂会比较不好 所以你看它的树苗基本上都提不上来,非常的慢 顿戒壳虫的问题比较严重 这个是外面胃围几棵树,里面的问题比较严重 树变,树叶都没办法展开 是在营养上面要跟上营养 都长得很一致,非常的缺肥 它这个有机制都是放在表面,所以它表面很多青苔 它这个根系都在表面,但是它下面是开不了 因为下面太黏了,下面基本上都是黏土 所以根系的开展比较差,这个表面是石头米地 但是下面是黏土,所以基本上根都不会这样,这个基本上是黏土 所以这个长不好的原因就是在这边 点击,ud 点击, 点击, 点击,